就算是無奈 就算未完結 戒之仍在生 釋放民安人士 平反八九民安 追究屠成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人民不會無益 平反六四 公義必勝 自由發聲 來自大陸的聲音 感謝大家來到自由發聲 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007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希望大家多多的分享 我們中國大陸人的聲音 我實際上也是代表了很大的一部分 我們中國覺醒的公民 向世界發出的聲音 我的意見也不僅僅是代表我一個人 我還有很多朋友 跟我有同樣的理念 同樣的認知 和同樣的 對未來同樣的需求 希望我們中國人 能夠成為自由人 能夠成為公民 感謝大家 首先我要說一下 那我已經從香港回到大陸了 我在香港主要是要參加六四的這個活動 因為18年來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參加 我非常的感慨 只有香港人 全世界只有香港人 每一年 年复一年 在維園 紀念 市區的那些 大學生 北京的市民 當我去到球場 看到 一個一個的香港人 臉看就要下大雨了 當天晚上 天氣很不好 天氣一暴是要下暴雨 但是 那些香港人 從四面八方 依然 湧到了那個球場 開始一個空曠的草地 空曠的球場 馬上就會 被坐滿了 最後 大會宣佈有18萬人參加 我看到一個個 年紀大的帶著他們的小孩 都是普通的人 都是香港普通的市民 他們 拿著雨衣 拿著塑料袋 拿著自己的小板凳 坐在 淋濕的球場上面 甚至還要下雨 他們有雨衣 準備好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嗎 三十年來 只有香港人在紀念 還在堅守 他們陪伴我們這些大陸 無知的蠢獲 包括我自己 曾經 也是懵懵懂懂的 為什麼 所以說 我經常跟周圍的大陸人朋友們說 鲸魚的記憶只有四秒鐘 我們中國人的記憶 也差不多 和鲸魚差不多 都是一種低等生命 都是一種低等生物 你看看 文川大陸陣 過去了十年 有誰會紀念呢 你的孩子 女兒 兒子 被打了毒疫苗 被打了毒針 為了毒奶粉 三句奶粉 誰會記得 為了曝光死去的那些記者 那些坐牢的律師 你們有誰會記得 而最好笑的是 生產山路的奶粉 那個藥監局的局長 居然還升官發財了 你們中國大陸人 有誰會紀德呢 誰會紀念他呢 真的 我不願意我們中國人 都像魯迅筆下來一種 給個肉包子下來 就去搶了 就去吃咬了 早就忘記了 那個肉包子上的血 是你的 是你父母留下來的 十八萬香港人 在維園 我也在那裡 我感覺到 我走進了文明 他們 他們手中點起了蠟燭 這是希望的光芒 也是文明的光芒 正如 大會說 不要遺忘 不要忘記 我真的希望 讓我們的族人 能走出黑暗 做一個真正的文明人類 我親眼目睹十八萬香港人 一起為中國人的生命 為了中國人的尊嚴 收復那盞燭燭光 為我們的命運 流淚 祈禱 更重要的是 知道嗎 他們現在也是被中國共產黨統治了 隨時在打壓他們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勇氣 在取這個小小的燭光 那些父親帶著小孩 帶著女兒 帶著他們的兒子 很多 我問在場的很多香港人 他們有的是被爺爺帶來的 有的是被父親母親帶來的 他們就這樣一年又一年的在這裡堅守 他們為了什麼 他們為了我們祈禱 為了我們公益沒有得到聲張 而為我們再呼喊 為我們流淚 退場的時候 大家都將數量袋 納燭 各種垃圾 帶出去 放到垃圾桶裡面去 地上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我真的很難過 我真的很慚愧 我慚愧的想哭 感謝香港 感謝香港人30年的執著和燈光 陪伴我們 謝謝你 回到大陸我發現了很多的微信被封了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就是在6月4號開始 從6月3號開始 國內我們大陸大量的微信被封號 大量的微信群被封群 這也可以說 驗證了我開始說的那個 上一個視頻說過的 微信 中國的這些科技人員 正是這樣協助中共 來 壓制我們中國人的言論自由 這幾天我加入的微信群大概封了十幾個 很多朋友們都已經把微信群先建一個備用群 如果主群被封了 備用馬上再使用備用的 就這樣還不停的在封 而且還有很多的網友朋友 他們的微信號直接被永久封號了 因為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你發一個六四 哪怕你發這個蠟燭出去 都會被封號 那麼你可以想像一下中國的言論環境嗎 你可以想像一下 微信這種科技公司 為什麼能夠對我們普通的普通的中國人這樣打壓嗎 你們在怕什麼呢 是啊 有人說你天天在網上發些沒用的東西 能用什麼用 沒有用你幹嘛封我的微信號呢 對不對 所以說我希望海外的用戶 收集證據對微信發起集體輸送 我們國內的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和資料 證據 我們要用行動來維護自己的自由說話的權利 如果說那些科技人員 不能受到懲罰的話 那麼他們就會肆無忌憚的把我們關在籠子裡面 把我們中國人普通的公民 像罪犯一樣來對待 剝奪我們的自由 剝奪我們說話的權利 感謝大家收聽今天的自由發聲 我們下次再見 三十年前 很多香港人 想到北京支援民運 在香港也有超過一百五十萬人關注這場運動 今晚我們相信我們來到維園的朋友 將會是超過十萬 好 好 好 令我多狠狠 就算你圆圆 大致仍在生